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报马凯工作签证被拒绝 立法会补学 港珠澳大桥开通等事件影响和改变着香港 2019年香港的政治经济会有哪些变化 香港人有哪些期待 就这些问题我们连线专访了香港东亚民情研究院副社长彭凯先生 下面有请彭凯 首先2018年香港有一个比较大争议的事件 就是一个一地两检的立法的问题 这个什么叫一地两检呢 就是说香港政府在配合大陆的高铁网络 那么这个一个布局在香港要搞一个高铁的站 这个高铁站呢就是就引起了这个那个泛民啊建制啊政府啊中方啊几方面的政治上的博弈了 主要是在基本法是不是符合基本法有没有违反一国两制这个原则上面呢 这个双方是比较大的争议的 那么一地两检呢就是说在一个高铁站里面要划分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属于内地的法律的管辖 比如说你这个香港人他要在香港市区乘坐高铁到那个中国大陆去 那么他进入这个高铁以后呢就是为了方便旅客的通行 在这个高铁站里面呢已经具备了两地的旅行证件的一个检查 就是一地两检 所谓一地两检就是说香港这个移民局这边的一个检查关口 那么在过去呢就是一个大陆的检查关口 然后就上火车上火车一直到那个那个中国大陆各个城市去 那么这就叫做一地两检就两个两种检查的系统 那么一地两检这个关键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在他在这个香港的市区里面这个这个高铁站 在九龙这个西部这个地区 如果你放在边界上 比如说现在深圳跟香港的那个福田口岸的洛马州啊 这种他就属于在边境上面有一地两检 跨过一座桥就到了深圳这样 这个争议呢倒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你放在了香港市区里头呢 这个争议呢就是出现了 首先呢就是说 泛民那个阵营啊 他们认为如果你在香港范围那边 里面呢有一个区域 你划分了是属于内地法律管辖呢 这就违反了基本法 因为香港毕竟是一国两制 其中这个香港本身是实行这个香港的制度 你不能够在香港的范围内呢 这个实行大陆的制度 这一点是泛民的一个主要的争议 他们那个抗辩的一个根据 那么在香港政府的角度呢 他们就认为啊这个内地这个口岸区呢 这个在香港即使在香港的这个市区里头呢 也属于香港特区范围以外 他们是认为这样 所以不违反基本法 政府也认为呢 一地两检这个方案呢 是为高铁呢带来最大的效益的 因为如果你放在郊区或者是边境地区呢 那个一般的居民的旅客呢 就不方便上车下车 那么建制派呢 他们也解释这个香港这个立法 允许这个内地口岸区呢 执行内地的法律呢 他们也认为不违反基本法 主要是不违反基本法第十八条了 基本法的第十八条是怎么说的呢 他是说香港实施的这个法律啊 就是在原有的所有法律了 香港以前实施的 全国性的法律呢 是不在香港实施的 但是呢 这个基本法的附件三里头呢 它也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国防外交事务以外呢 这就是香港可以实行这些制度 但国防外交属于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 那么这个附件三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呢 在征求特区政府意见以后呢 可以对附件三的法律做出增减 增加或者减少 那么这就是有一个空间 就是那个建制派认为 就是说我可以通过 这个法律的一个立法或者修改 把这个附件三里头的法律呢 做出一个增减 那么也就是说除了国防外交以外的事物呢 这个我也可以做出其他的 来增减的 比如说那个建制派引用这个基本法的第二十条 基本法的第二十条呢 就是说由中央授权香港将境内的这个地方呢 化为内地的一个区域 由内地机关来管理 这个就是那个第二十条的一个一个解释 那么在基本法的第二十条中间 其实就是一句话 就是说香港特区 可以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利 这就是有其他的权利 所以这个建制派跟政府呢 他是认为这个基本法里头 他十八条二十条 他就可以套用这个一地两检 那么范明呢 这个他们的反驳呢 就是说如果你一旦引用了这二十条 第二十条的话呢 这个任何法律的挑战呢 最终都要涉及到解释这二十条的范围 就刚才我们讲的二十条基于计划 就是说你这个香港特区是享有 人大常委会中央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利 如果你是用这个来解释二十条的范围呢 那么就是很难说了 这个就是使这个基本法提供的 这个法律保障啊 就慢慢的变味了 就我们就不可能再靠基本法来 给予我们任何的保障了 只能靠这个当权者的自我约束了 这个就是那个范明的一些法律专家 他们认为 如果你一旦引用了二十条 第二十条的话呢 就是什么东西都由你解释了 所以这个范明呢 在这个一地两解的这个法律争议上面呢 那个他们就认为如果那个港府或者人大 宣布这个香港境内的某一个地方呢 就不实施基本法和香港法律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法律就犹如建筑在浮杀之上了 那投资者怎么会有信心在香港投资和制定合约呢 是吧 同时呢 市民一贯享有的权利和保障呢 突然在香港某些地方不能实用了 所以这是令人担忧的 就是在这个香港一国两制 还有这个基本法的保障方面呢 范明认为 这个如果你突破了这个东西 你任意解释这个二十条的话呢 将来就很难说了 这个香港的那个基本法能不能够保障 但是我也注意到市民的一些反应 就是我们这个民情社呢 对那个香港的一些民情呢 我们也是随时掌握了一些动态 那么我们当然也有一些基础和网络的了解 市民对于一地两检这个法律上的争议啊 这个比较复杂 心情比较复杂 因为他们觉得香港一国两制 他们是绝对要坚持了 香港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大陆的法律是不能在香港来实施的 那么他们是觉得这个原则应该遵守的 那么一地两检呢 尽管范明跟那个建制啊 政府啊这个有很多的争吵 又18条又20条又多少条 他们不太好理解 因为解释权都是在人大常委 常委会这边 所以他们就觉得你这个人大常委会 掌握了最后的法律解释权的话呢 这个香港这个有好多东西你就不好说了 那个字面上都不好去解释 因为解释权不在香港人这边 那么但是在高铁站在市区这个设置的 带来的一个方便 这一些这个便利 那个乘客的上下车呢 这个市民也觉得 对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你在九龙这个市区 就有高铁站 而且一上车直接可以抵达那个 那个大陆的任何一个城市 这一点对他们来讲是觉得很方便 所以香港人呢 他采取了一种呢 就是说在法律上呢 是应该遵守基本法 但是在生活的那个方便程度上面呢 又能够照顾这个市民的需要 所以在务实这方面的香港人的特性方面呢 他们又觉得这一点很难对抗这个大陆 很难对抗这个中央 你说中央的 东央政府又解释了基本法 这个又又勉强解释的通 因为他有一些模糊的地方 由人大常委会去解释的话 你香港也没得说 所以他们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只要给我们提供便利 我们上下车方便 那么这个事情就留待那个 政界的议员呢 一些官员去解决了 那么总的来讲呢 是不应该违反基本法的原则 所以这就是泛民呢 跟这个建制派 跟这个港府呢 一直争论就是这个 内地的法律 能不能在香港实施 这就是一个开了一个头 这个一地两检开了一个头 在九龙这个高铁站的 画了一个区域是实行内地的法律 那么这一点 这个是有争议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毕竟 这个一地两检这个立法呢 已经在香港的立法会 那个都通过了 人大常委也有过这样的说明 所以现在泛民呢 现在就是说 他们只能够看着这个法律通过了 也实施了 高铁也开通了 大家也在应用了这个铁路系统 所以他们只是留待这个议题 还在争论 那么再看下一步的情况怎么样 这就是2018年香港发生的其中一件 比较富有争议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看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 在香港在2018年出现的 比较大的政治事情 政治事件呢 就是香港政府 香港的警方 这个取缔了 这个香港民主党 就是这个香港民主党 因为它是主张台 那个香港独立的 这是这个 这个打政旗号 主张香港独立 所以这个组织被取缔 这件事情呢 也是经过了 很多的争议了 比如说 香港的民主党的召集人陈浩天 他们他在这个香港外国记者会呢 就是搞了一个演讲 那么当然这个外国记者会 也在这个风头上 也遭到了建制派港府啊 他们甚至是中央政府的一个谴责 认为呢 就是说 你这个外国记者会 作为一个行业的协会 作为一个媒体的组织呢 就是应该 不能够违反 这个基本法 而基本法的第一条 就是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么这一点 凭着这一条呢 就是说 不能够在香港 搞这个 香港独立的运动 或者独立的宣传主张 但是香港的外国记者会呢 也认为 这个邀请陈浩天来演讲 表达他们组织 这个对香港独立的诉求呢 属于言论自由 这个的一个范围 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的一个范围 不属于犯法 因为他们没有具体的 香港独立的行动 这一点是 当时也是争议比较大 那么现在呢 这个取缔这个措施 已经开始执行了 所以香港民主党 是不能够再 进行活动 那么陈浩天呢 最近一段时间 也是比较低调 而且没有接受媒体的访问 那么 这个事情实际上还没有完 就是 香港的外国记者会呢 一直是 把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香港 这个 一国两制 这个香港的 这个维持原来制度 还有一些言论自由上面的 一个污点 香港政府呢 也对这个 当时主持这个记者会 的一个副主席 就是外国记者会的副主席呢 进行了 实际上进行了一个制裁 就是不让他取得香港工作的签证 而且不让他进入香港 这一点也是 引起了 那个 国外媒体 这个 港内外媒体的一个关注 也是 报道的很多 那个 美国的 和英国的方面的官方呢 也有对件事情 做出一个 报道 批评 或者一些评论 也是认为呢 香港政府在 这个取缔 香港民主党这方面 压制言论自由这方面呢 是做出了一个非常坏的先例 他们还是觉得应该 香港应该是 一国两制 应该是准确的来实施 而言论自由应该是保持的 所以在这个 取缔香港民主党这个方面呢 这个是也是 去掀起了一个很大的风波 这就是2018年 我们看到的其中一件事情 那么2018年的第三件大事呢 就是说 在立法会的补选 两次补选 泛民都遭到了失败 那么这两个补选呢 就是主要是因为 有一些 本土派的一些立法会议员呢 因为在立法会里头的一些 不当的举动 比如说宣誓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呢 触犯了这个立法会的规则和香港的一些法律 所以被香港政府呢 香港的支持民主的这个选民呢 一些大型的选举啊 立法会选举都可以看出这个 选民的分布情况 但是这两次的补选呢 这个民主派是失败的 所以这对民主派的阵营呢 分为了两个票源 一个是呢 就传统的民主派 一个是呢 就本土派或者港独派 这两个阵营呢 其实他们那个票是不通的 这一点呢 就使这个泛民啊 失去了一些本土派的票源 如果你说 从整体来讲 支持这个 那个民主派的 有60%的这个选民的话呢 如果在60%的选民中间 有一部分 他是属于支持本土派的 或者支持港独派的话呢 他不会去投票 投给你那个民主派了 那么你民主派 你相应你那个百分比就低了 而建制派呢 虽然他们以前 在以前的格局中间呢 他们是占有40% 或者45%的这种选民基础 但是他没有一种力量 把他建制派本身的阵营分拆出去 所以他们掌握的铁票呢 这个还是比较稳定 而且他们就靠铁票 这个动员力 来赢得了这两次补选 我们看到这个建制派派出了两次 这个参选人 他们都不是很大分量的 都是一些好像不是太有名 以前也没有曝光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参选人了 但是他们因为得到了建制派 一致的那个站台 那个给他们支持动员的力量 所有铁票都往他们身上投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在2018年的立法会补选 两次补选中间呢 就是看到了有这个苗头 就是说在民主派中间 阵营中间呢 这个本土派或者港独派呢 他们是不支持传统的民主派 这一点呢 是非常的要命的 就是说对于民主派来讲呢 将来的选举 他们可能也要过这一关 这一关确实不好过 他们要面对这个建制派的铁票 而他们自己凝聚不了 超过50%的这个票源 所以这一点 就是我们在2018年立法会补选 这两次呢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布局 这个选民的一个这样的布局 那么2018年的 发生的第四件事情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征印权呢 他这个独职案的上诉失败 那么征印权呢 是香港的这个第二任的特首了 那么他本身呢 就是一个公务员出身 那在政府里头工作了很多年 而且是那个身居要职了 诉讼 法律诉讼呢 主要是针对他有独职啊 还有一些贪污啊 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他自己也搞得他很狼狈 这几年啊 这个也花去了三千多万港元的 这个律师费啊 诉讼费各方面 而且在2018年的12月 他的上诉呢 也是失败的 因为法院也是维持了原判 那么他到底有什么罪名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的罪名呢 这个是 是有点有点好笑的 就是这个 对比起那个大陆很多 贪官的 那个简直是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那么现在 这个我们看到那个曾荫权 他上诉失败 继续服刑 然后那个罪名呢 主要是有四项了 第一项罪名是 这个免费承搭 这个富豪的游艇 就是说富豪招待他 去游游游艇 是吧 这个呢 也是一条罪名了 第一条罪名 第二条罪名呢 就是别人送了一台 那个二手的跑步机给他 这是第二条罪名 第三条罪名呢 就是说 在他担任特首期间 都不是要公务啊 出国考察呀 他呢 就用自己的信用卡 来付费 为了赚取这个信用卡里头的积分 这个东西我们也觉得很可笑 但是呢 这个东西也是属于一个罪名 因为一般特首出去公务考察呀 这个 一般这种支付啊 都是港府 他有一个专门的人员呢 或者是专门的 一种支付的手段 来作为支付 但是呢 这个曾英权呢 据说是他太太 比较 看重这个 那个信用卡的积分 因为他出去考察 那个花费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话 香港的银行系统呢 那个积分呢 是比较吸引人的 这个是有很多回证啊 什么这个 他也说他那个小便宜 就是说公务出去 拿自己信用卡付费来赚积分 这个第三条罪名 第四条罪名呢 就是说他 认识了一个 在深圳的房地产开发商 那么他就为了自己退休以后 能够住在深圳 他就跟他签了一个租金的协议 就这个租金呢 就低于市价20%的 在这个深圳的东海花园那里 面积还挺大 装修的还挺好 那么这个控方就说他 利益输送了 因为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 是他一个朋友 他跟他的关系很密切 那么就是因为他便宜租给 这个曾荫权的话呢 曾荫权就可能就是给了他一个 广播的牌照 这就是在诉讼上面 讲的这个 为什么会低于20%这个租金 毕竟还是低于20% 不是说免住 所以我觉得这四条的罪名呢 真的是跟大陆的贪官比起来 没得比 因为这个也就是一些贪小便宜 不能够说是很大的一个贪污行为 但是在香港的法律上面呢 他只要抓住你这一点 他就是可以告你 所以为什么曾荫权不服气呢 他认为这种东西很小的意思啊 这个东西人家招待我 坐过游艇啊 这个东西也不是自己 收钱放在口袋里头 是吧 所以他不认为这是很大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个梁振英上任以后呢 就是廉政公司对他进行的起诉呢 就是抓住他这几点 没办法 他那个在法律上 他确实是有独职的罪名 有独职的那个里头的事实 所以呢 这个就曾荫权这个案子呢 老实说 我们看了也是没什么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是呢 就是 映养了好几年 这个也是经过了几次的诉讼 几次的上诉 而且搞得那个曾荫权的这个 很狼狈 那个也老了很多 那个损失也很大 他为了争回自己的名誉 是吧 也花了很多的律师费啊 诉讼费 所以还是上诉失败 所以没办法 就是说 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香港的法律呢 不管你是 情节怎么样 不管你跟大陆的贪官比起来怎么样 你就是在 法律上你就违反了 是吧 你没办法 这个东西你就很难推翻 所以这也是说明一个香港的这个法治 他本身的那个司法 他有他的特点 是吧 他并不是那个简单的可以去跟别的国家 别的地区啊 那个去相比 是吧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 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是看到这个曾荫权的案子呢 也可以看出香港这个这个廉政建设方面呢 是做得比较严谨 也是值得大陆去学习 那么2018年的第五件事呢 我就觉得是一个港珠澳大桥这个通车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港珠澳大桥呢 确实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工程 在世界上来讲也是一个可以排得上名的 那么它呢是在十月份通车了 这个可以誉为呢就是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了 它这个港珠澳大桥这个历史很多年 它经过了五年的规划 经过了九年的建设 总长大概55公里啊 整个投资呢是花了1269亿港元 9亿港元可能是人民币吧 可能差不多是1200多亿元 这个费用花费是非常大 是总长是55公里 那么它建成以后呢 就是如果开车从香港到珠海或者澳门呢 就是可以从原来的三个小时 缩短到45分钟 因为如果香港以前是开车 如果香港开车到珠海或者澳门呢 是走那个深圳 经过深圳 然后虎门大桥 然后到珠海中山珠海 然后呢到澳门 所以这个时间呢 有时候会多于三个小时 因为虎门大桥是一个 那个非常拥挤的一个大桥 所以有时候会塞车塞的很久 那么这个大桥 港珠澳大桥建好以后呢 这个时间缩到了45分钟了 那么这个整个珠江三角洲的西部呢 全部纳入了香港三小时这个车程的范围 也就是增加了这个香港跟珠江三角洲西部 整个的融合 它的一些经济啊 那一些运输啊 它就可以比较快的跟香港是交接 那个利用香港机场也好啊 或者利用别的那个香港的货物 运到那个珠江三角洲西部 它这个时间就非常的快 那么 这个珠江三角洲这个西部 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因为它是广东啊 这个整个GDP啊 这80%这个都集中在这个地区啊 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搞的这个大湾区这个概念了 所谓大湾区就是说香港澳门 珠江三角洲啊 那个东莞惠州啊 深圳的这一带 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区 这个大湾区这个概念呢 就是在近几年 这个提出来的啊 所以 广东的GDP呢 在2017年的时候是差不多9万亿啊 那么80%的GDP都是发生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所以港珠澳大桥 它对于珠江三角洲整个大湾区的融合呢 这个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啊 这个 当然现在它的通车量还不是特别多 但是从长远来讲呢 港府认为或者是广东省方面认为呢 它的慢慢的那个经济效益的会 会慢慢的发挥出来 而在旅游业方面呢 这个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后 来自珠海啊 珠江三角洲啊 中山啊 顺德那些旅客呢 到香港的是增加的很多 也待望了这个香港的西部 这几个城镇的一些 一些人流 比如说东冲啊 屯门啊 这样的一些一些地方 那有时候是人满为患啊 所以港珠澳大桥这个通车呢 确实是2018年香港的一件比较大的事情 那么从整个基建来看呢 现在老实说 从97以后香港也是搞了很多基建啊 因为政府毕竟是有点钱 但是我们也看到 就是香港其中也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说 香港从以前基建 很有名 效率 时间 各方面都是作为广东的表率 或者是作为大陆一些省市学习的对象呢 但是慢慢现在变成了香港的一种耻辱 我觉得 因为在香港的基建方面呢 最近几年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 其中一些就是说工程的拖延很严重 比如说有一些原定要竣工的时候 他们是拖延了 拖延了一年呢 或者几年呢 这个你说香港人他有效率吗 是吧 我觉得现在效率越来越差 现在有时候真的有比不上那个大陆一些地方的效率 比如说从深圳比的话 他是比不上深圳的效率了 那么我们看那个香港那个地铁 他这个南区有一个地铁线路 原定呢 就2011年开工的 2015年要竣工的 但是结果到了2016年年底才通车 所以这就是延误了 这个是基建上面的一个延误 还有一个香港本地的一个 一条线路叫做沙中线 沙中线呢 就是从沙田到中环的一条线 那么是2012年开工的 然后呢 就是定于是18年到20年呢 是分段竣工了 那么现在看来也要拖了 拖到19年和21年分段竣工 也就是分别要推迟一年 而且沙中线在2018年一个发生一个比较多争议的事情 就是说他的质量出现问题 因为有很多报道 说他的钢筋量用少了 有偷工减料的那个问题 这个惊动了这个特区政府 所以现在呢 这个钢筋的事情 还有这个整个工程队 那个承包公司的整个调查来讲 还在进行 这个承包的这个公司呢 原来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 以前都是比较大的 在香港比较成多比较多工程的一间公司 也出现这种 这个偷工减料这种情况 质量问题 非常忽视的这个情况 所以对香港整个形象 整个工程啊 是带来很负面的影响 现在香港政府跟那个工程公司呢 也是出现了很多矛盾 这个香港政府也加紧调查 媒体也是反复报道 这个他们的怎么脱工减料 怎么个中间的管理程序啊 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香港一个耻辱了 那么还有一段呢 就是广深港这个高铁 这个香港这一段 原来呢是2010年开工的 原定是15年就要通车 但是现在呢延迟到 就是2018年才通车 这真的是延误了三年 这一段呢 就是虽然里头 他们发现那个工程里头 这个地下的那个结构啊 那个出现了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比预计的要复杂 当然也有这个情况 但是呢 总的来讲延迟了三年 这个是有点不像话 这个也说明香港那个基建呢 还是这个落后了 整个基建的管理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香港跟深圳的一个最新的口案 叫联堂口案 那原来也是预计要2018年底开通的 现在呢 看来要延期到2019年了 这又是最少要半年到一年了 那么这个口案的开通呢 也是经历了一些香港方面的问题 主要是香港有一些预算啊 在立法会里头争吵啊 拖延了 还有一些工程队啊 他们的一些内部管理啊 一些安全措施没到位啊 也是拖延了整个工程 反而在深圳这一边的连接呢 他们深圳就比较快 如果是按照深圳的速度来讲呢 现在都可以干好做好了 但是因为香港那边迟迟的 不能够按照进度 所以深圳这方面呢 也不能够自己先开通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一地两检 跨深圳核的一个新的口案 所以两边必须要同步来开通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重大的项目呢 是香港方面呢 这个基建出现了问题 整个效率出现了问题 我就觉得利用这个 港州澳大桥通车这个事情呢 说明一下香港这个基建 这个问题了 我们2019年会 香港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觉得香港在2019年 新的一年里呢 这个当然我们不可预测 有很多事情会发生 但是经过几个民调的结果看呢 那个有半数的香港人呢 觉得这个今年呢 新的一年 这个社会发展会恶化 这个是港大这个民意研究计划 这个发布的一个调查 这个有50%的人呢 他们预计啊 这个香港社会 这个今年呢 会整体发展的 会恶化的 2008年底以来呢 他会 他会作为一个新低 就是说2008年 是比较高的时候 那么今年来讲 会很低 那么受访者呢 还对这个中国人的身份 那个认同指数啊 这个也会降低 在新的一年里 而那个 2014年 当时的认同指数来讲 是也是一个出现 开始低落 但是2018年可能会更低 这一点呢 就是香港大学的 这个民意研究计划这里头呢 这个点出了这个50%的人 他们觉得不乐观 那么其中有6%的人认为呢 这个香港的政治问题啊 最需要处理 就是说政治制度的改革 至于政府 这个今年 最需要处理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有41%的受访者认为呢 这个政府啊 今年呢 最需要处理的是房屋问题了 其次就是经济和医疗卫生的问题了 至于最需要处理的 这个政治问题 政治改革这个问题呢 就有6%的人 这个认为要需要处理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对于今年新的一年里头 这个经济名声方面 大家怎么个认为了啊 那么还在一个民调的计划里头呢 有60%的人呢 他们认为对今年的这个经济名声呢 是没有信心的 他们觉得这个有点悲观 其中56%的人呢 对房地产的世道呢 感到悲观 因为觉得这个房屋问题还是香港最大的问题 这个虽然政府提出了一个很大的计划 说明日大雨要填海 要动用差不多1万个亿来 分10年来填海 那个建造更多的公屋 但是 很多市民认为了原水救不了近火 这个没有充分利用目前的土地配置不合理的情况 而去搞什么填海 一个是花费了大量的资金 而且呢 这个缓慢 过程非常缓慢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对房屋 房地产的世道会感到悲观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机构 做的一个香港的希望指数 这一点呢 当然这是一个国际的民意调查机构了 这是 那个叫盖勒浦的一个这样的机构 他觉得呢 香港那个希望指数呢 现在是成为了全球第五悲观的一个地方 所以 这就是值得大家 那个 去担心的了 这个 这个叫做希望指数 就大家觉得好像那个希望 这个比以前更少了 那么希望指数 最差的国家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越旦 一个黎巴嫩 一个意大利 一个韩国 就香港就排在第五位 这负25分 这个是比较五大最悲观的地方 那么 香港在今年来讲呢 就是要面对一个 11月份的 区议会的选举 那么区议会的选举呢 其实是明年 我们讲明年 就是2020年 这个立法会选举的一个前哨战 那么区议会这个席位呢 其实是一些 各个政党都在 都在争夺的一个 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香港各派的政治势力呢 都在希望在这个 区议会里头拿到议席 甚至一些本土派 他们很希望 能够在一些地区 拿到区议会的席位 因为争夺这个立法会席位 毕竟有限 那区议会是400多 500个席位 那么我们看有400多个席位 他们是比较 相对来讲比较多 只要你有两三千票啊 基本上可以当区议员 所以很多香港的青年的组织 一些政党 像学民思潮啊 学联啊 那个引申过来的 一个香港政治这个组织了 原来是政党 现在化为一个政团 他们希望在 这个区议会选举中间 能够有人 能够当上区议员 但是呢 现在他们要面临一个什么呢 面临一个香港政府 是不是再一次要打压他们 因为他们提出的这个民主 自觉这个口号呢 那个香港政府认为 他们这个是隐姓 港独 会不会到时会不会取消他们资格 他们自己心中也没数 所以在11月份的这个 区议会选举中间呢 他们要争取 而且之前呢 他们要有一些政治博弈 比如说 他们要在政治上 在取消资格这方面的标准 这个方面呢 要么跟港府要做一些谈判 或者是一些斗争 希望这些港府这些选举的机构呢 不要取消他们的参选资格 那么今年呢 我觉得在各个政治力量 各个政党方面呢 他们还会做一些 叫国际化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一些反对派阵营 主要是一些自觉派 或者是港独的诉求的组织呢 他们会加强他们的国际网络 跟这个主要的西方大国 他们要跟一些西方大国的政治家 一些议员呢 要合作的更密切 来跟这个港府来做斗争 因为要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 参选权利 因为在本土 在香港本土呢 民意呢 对他们的支持不够 现在对于自觉派也好 港独派也好 就是民意 整个民意的倾向来讲呢 是比较无力感 对民主派的支持 的人数 力量 有减弱的趋势 我们从去年 2018年看到的立法会 补选就可以看出 就是说支持民主派的那个票数呢 是减少了很多 所以这就是这次民主派 特别是一些本土派 他们会加强国际网络的建设 用国际上的压力 来帮助他们在香港的政坛的崛起 这一点我们是在今年新的一年 是可以看到的这个趋势 那么其他的在房屋方面呢 我觉得2019年香港 不会有很大的起色 因为现在房屋数量不够供应 特别是公屋了 那么整个房价来讲呢 虽然有跌 但是呢还是非常的高 一般的市民呢 很难负担 特别是年轻人 特别难负担 所以我觉得今年房屋问题 还是继续是严重 这个情况还是严重的 要下跌的话呢 我估计呢 这个房屋下跌 不会超过20% 现在有些地方最多 仅是跌了10%到15% 我觉得不会再往下面明显的跌 因为个需求量也是很大 香港毕竟是地少人多 你说再怎么跌 因为需求量确实在那里 所以我看也不怎么会往下跌 至于这个香港一国两制 在今年的情况 我觉得呢就是目前一国两制呢 就是说在民主派看来呢 就是一国两制的发展 是已经有点变味 有点不像邓小平所设计的那种一国两制 而是新的领导层 中央领导层所希望的一国两制 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呢 要大陆化 要偏向大陆这一点呢 就是香港的民主派 或者很多市民来讲呢 都是不希望看到 因为香港毕竟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 你说如果在意识形态上面 完全跟大陆一样 或者是很多方面跟大陆一样的话呢 它就失去了资本主义的味道 就一国两制 就不是那么原来设计那个样子了 所以呢我觉得今年主要是要看 中央政府对香港在意识形态方面 是不是要求的更多偏向于内地 这一点呢 我觉得对香港将来的政治的格局 像香港未来这个建制派跟民主派的博弈 这方面呢 是有一些带来一些影响 所以我希望这个在一国两制的贯彻中间 还是要严守这个香港本身的一些制度的需要 比如说他的言论自由 他的集会 集社出版这方面的自由 如果能够保持在97年过渡 97年回归以后 当初的初期那样的话呢 我觉得是好的 如果再继续在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淡化这个香港这个资本主义色彩这方面如果要有太多的动作的话呢 对一国两制的前景确实是不利的 彭凯先生认为 2018年一国两制和民生问题仍然是香港人关注的重点 但香港人对2019的社会发展普遍持消极态度 尽管如此 香港人对2019年 仍有期待 他们希望经济发展的更快 一国两制能够沿着邓小平的承诺延续 2019的东方之珠还能璀璨 一旧忙 好 今天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彭凯先生